顾鸿鸣说 连老婆都不怕 那还有王法吗 其实这个怕不是简简单单的理解为 剧内又或者是尊重 其实是一种谦让的 其实怕老婆是有很多好处的 比如说第一 怕老婆会身心健康会长寿 你比如说你要是怕老婆的话 你起码烟不敢沾吧 酒不敢沾吧 你身体好吧 对吧 而且你要是怕老婆的话 你生活会非常有规律吧 你晚上不敢挽回家吧 对吧 而且繁重的家务会锻炼出你强健的体魄吧 所以说怕老婆会长寿 怕老婆还可以省钱 是吧 你所有一切朋友向你借钱 叫你出去应酬 你都可以以老婆为借口说 老婆说不让去 省钱吧 对吧 第三老婆还能够培养出你的工作能力 怕老婆的男人一般都胆大心细 做人很多事情都非常的细腻周全 对工作也有好 除此之外 怕老婆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离婚率也下降了 所以怕老婆是好的 那些在酒桌上经常说我无所谓 我晚回家早回家 那娘们天天都在家等着我的 这种男人 其实是多少没有面子可言 但是怕老婆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口服心不服 一种是心服口服 他恰恰属于前主 你得有自知之明了 其实你有掌握好一个家庭命运的能力吗 其实你没有 最容易搞定的是自己的女人 最难搞定的也是自己的女人 你好搞定是因为她爱你 你做什么事 最后她都会原谅你 不好搞定 恰恰也是因为她爱你 所以她对你的要求 更多的是理解 你无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懂得理解我和认同我 就像今天 她之所以不愿意跟你一起攻防 不愿意跟你去那儿 更多的原因也并不在于说你无能 而在于你没有为我的将来做打算 你没有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所以说的确如此 在家庭生活当中 争权利是争不来的 真正的权利一定是给那个擅长 使用权利的那个人 所以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 谁来掌控家庭所事 谁在某些方面能够有一定的权利 那的确双方都是有一定默契 如果你没有那样的能力 即便这张子放在你手上 你也不敢盖进去 你说呢 别的就不多说了 都有点自知之明吧 好吧 谢谢老师 好了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咱俩在一起 时间也不能说太短了 其实你这个人性格也都挺好的 我就希望说平时你的脾气稍微改一改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稍微放低一下 我感觉咱俩可以好好地做它来聊一聊 谈一谈 因为之前你说过 我特别想小心 之前我也跟你说过 我想做你一辈子的小心 如果看你之前的样子 我真害怕这会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就是说 你的性格上稍微 稍微再放一下 我对你的要求再稍微少一些 希望咱俩还可以能够更好的去发展 我希望就是说 咱俩很多事情以后可以商量着呢 我也不会说更多的把很多压力 填压在你身上 我现在理解了 为什么有人会拿砖追着另一个人跑 回去吧兄弟 来请关门 其实人生最高境界就是服软 任何人只要你服软的时候 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YSDA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千金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洁FT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杂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看他们 还不赶快过来 快跑 快跑 你这哭我出来了 来来来来 回来 好了 所以说你吧 这当不了领导 那女生说了 还不赶紧过来啊 吓得就跑 认了吧 一个人一个命啊 性格决定了你的命啊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谢谢 要感谢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 纯爱 放心爱 伊贝斯 纯净面膜 提供的 奖品赞助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我希望 我以后会对你更好的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在一起 我哭了 委屈了 你哭了 别哭了 真爱 真爱 非常合适 我以后不会对你再发那么大气息了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呦还哭呢 哎呀 亮灯亮灯啊 认命了啊 来拿着吧 两位请回 真哭了 这就是 可 distance 我 月 ganzen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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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